男子固定送醫 台鐵21號分別在台北站和中立站 共發生兩起落軌意外 月台安全問題再次浮上台面 我們有相當多的人員墜落的事件 增設月台門這個議題上面 目前來看的話 是以這種審索式的 一四千萬的經費 光一個台北車站 如果要設置類似這樣子的月台 除了經費問題外 台鐵像是舉光號 普悠瑪 自強號等等 共有七種的不同列車車門 那再上台北段這一邊 這個柱子跟月台之間的空隙 是非常狹窄 再加上安全門空間會非常擁擠 要裝月台安全門困難點不少 就以車門種類來看 普悠瑪是在車廂連結的中間 區間車是在車體之間 自強號是車廂兩側 舉光號則是折疊車門 長度也有所不同 不像捷運或高鐵 都是標準系統 是不至於 但是就是不會離它太近 有的話當然越來越好 希望也是品質可以上車 好像有一層的這樣會比較 心比較安全 覺得比較安全一點 民眾都希望能有更加強的安全措施 台鐵表示 目前會以升降市月台門為首選 最快下半年進行最終階段評估 預計會先在基隆百福站事辦 要全面實施恐怕還要再等個三到四年 大家新聞黃一杰李明花台北報導 遭逢意外之時考驗